大家好 我是有嘉宇 歡迎收看遇見大人物 近來隨著企業對於永續經營的關注 有不少上市的公司 透過運動的贊助來實踐社會責任 而台灣電力公司 長期的積極推動各種的運動活動 除了擁有企業球隊之外 員工自己也成立了 各種的體育的團隊 因此還獲得許多像是體育推動獎 以及運動企業認證標準的肯定 那台電如何成為 培植國手的搖籃企業呢 今天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了 台灣電力公司的副總徐兆華 副總來我們現場 嘉宇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以及曾經在企業排球聯賽 如旅創下佳績的前台電 排球女將楊夢華 楊夢華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楊夢華 好 兩位來 我們的現場我們就要特別問了 台灣可以說是全台灣最支持 運動賽事的企業就是台電了 目前台電擁有幾支企業球隊 曾經拿下哪些輝煌成績呢 其實提到台電的球隊 大家可能比較陌生 台電是一個電力公司 怎麼會有那麼多支的球隊 對 其實台電從民國35年成立到現在 其實我們支持政府的 全民體育的活動 因此我們有六個球隊 從民國35年第一支的男子棒球隊 到民國68年最後一支的女子籃球隊 一共有六支球隊 包括三支的男子球隊 像棒球 排球 足球 三支的女子球隊 像羽球 排球跟籃球 所以台電公司這麼多年來 一共有培植了超過500名的活手 我想這個成績是很好的 如果要談到台電球隊的成績 我們從過去比較近的這些年來看 我們在2011年 這個亞洲聯賽的主席杯 這個足球比賽 台電的球隊拿到了冠軍 這是台灣足球有史以來 第一個洲際杯的冠軍 非常厲害 那麼我們在2019年 那麼我們的男子棒球 那時候亞錦賽 睽違18年 我們首次拿到了冠軍 那個時候的教練 就是我們的李一南 李教練 其中隊中的三分之一的球員 是來自於台電 那這是很驕傲的事情 那麼我們在2021年 那時候的亞錦賽的 這個男子排球 台灣也是睽違24年 進入的亞洲四強 那時候的隊中的球員 有一半是來自台電的球隊 那我們去年的女子羽球 我們的宋碩雲 她現在全世界的排名是28名 她在加拿大的羽球公開賽 也拿到了銀牌 那一次的比賽 打贏了很多世界第一流的高手 那麼其實台電在體育的貢獻 我想還是培育了許多的國手 我們向下扎根體育 向上提升整個體育的水準 我想這是台電最重要的事情 副總有提到說 我們台電目前五種球類 六個球 幾乎像是排球 羽球 棒球 籃球 足球 全部都涉及了 雖然台電是發電公司 也讓這些球員們發光發熱 對不對 那台電球隊的經營裡面 當初的想法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一開始 在整個體育的發展來講 還是一個提升整個國人體育水準 以這樣的目標來前進 然後慢慢的發展到現在 我們大概有四個經營理念 那麼我們分成內跟外來看 對外來講 其實球隊的戰績還是很重要的 你球隊的戰績好 當然得到我們公司內部 或者是外部的認同 那麼整個球隊的支持也予提高 那麼還有一點就是 我們對外來講 我們也提升台電的企業形象 比如說我們辦了球隊的下令營 或者是我們參與球隊的一些的活動 讓我們的球星下降去 來參與我們地方的一些溝通的事物 甚至我們有一些的節電大使 或是環保大使 讓我們的球星來推展公司的節電減碳 或是我們整個環境保護的作為 那對內來講 我們球隊有一些的經管單位 那我們的球星也可以當作健康大使 來推動我們的健康職場 甚至於我們球隊的球員 也可以在單位裡面 跟著我們員工的家屬 大家一起互動 另外來講 最後一個是我們的球隊的球員 是我們公司的重要資產 所以我們對球員的身體的照顧 我們不遺餘力 不只防護員 甚至我們跟很多的一些的醫院 簽約 來預防我們的選手的運動傷害 來讓我們選手的植癌能夠拉長 當然這些選手退育以後 是台電的正式員工 所以他們白天來練球 而且也會工作 所以我們一半時間練球 一半時間工作 等到這些球星退育以後 就會進到台電的職場 他也是我們正式員工 我舉例來講 我們屏東區處的球隊 就是男子的排球 我們都知道屏東區處 他很多的配電必須要進行搶修 我們這些球員能高馬大 在我們整個配電的搶修 或者是整個服務來講 或是電力建設來講 都可以發揮非常大的功能 所以我們會對外來講 不僅僅是戰機 對外溝通 對內來講不僅是健康職場 或是員工的互動 我們甚至更關懷我們整個員工的 就是我們球隊的植癌發展 包括他在打球時候的不受傷 戰機的提升 退隊以後進到台電的職場 能夠融入台電的植癌發展 我想這很重要的 是 我們知道說 這個體育人才的一個培育 非常非常的長期 尤其就要從小開始扎根 你剛才提到的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台電 除了企業培養之外 其實我們在暑期的時候 還有針對小朋友們 有一個放電營對不對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這一次的放電營 跟一個成立的目標 是的 我們在105年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推動 球列的放電營 我們想說我們的球星 其實在打球的時候 大家都很喜歡 也會有很多的球迷 我們想說這樣的球星 我們是不是可以利用暑假期間 能夠到各地去 來辦理這樣子球隊的下令營 讓我們更多的學子 能夠一起來參與球列的活動 因此我們在105年 就推動了整個球列的放電營 那麼一開始第一屆 大概有2500個學童來參與 隨著這個名氣越來越大 參與人數越來越多 現在每一屆 大概有3600的學童來參與 那麼從105年 推展到現在 因為中間有些疫情停辦了 所以我們辦理到現在 我們經過統計 大概有超過15000個學童 有參與台電的球列的放電營 那麼這些球員 進到放電營以後 當然是很開心的 這是一個秒殺的活動 所以那麼只要一報名 那就非常多的球員 叫小朋友來參加 那麼我們除了透過球隊的放電營 讓小朋友來參與體育的活動以外 我們其實也把我們目標 放在這些家長身上 所以我們在放電營的同時 我們也辦了節電的宣導 讓我們的這些小朋友的家長 在關心球隊 球員的這樣的一個活動的過程裡面 我們也做節能的宣導 讓他們能夠節能減態愛地球 我想這是一個放電營 推動的一個好的附加價值 當然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 也展現台電的ESG的 這樣的企業的形象 我覺得這樣的成效是很好的 大家也都很喜歡 所以非常多的朋友遇到我就說 你們放電營什麼時候要開始 要報名就趕快通知我 不然馬上 很怕額滿進不去 對 秒殺 秒殺 對 所以今年的台電球隊 放電營有哪一些球員 或者是一些球隊會一起來 聽說是不是有號召 很多明星的球員一起來參與 我們很多的球員 其實在球場上這個成績很好 當然他們也會有非常多的球迷 大球迷 小球迷都有 所以我們這樣的球星下去以後 其實號召力是很大的 那麼這些小朋友 遇到這些球星當然就很開心 然後當然他們在打起球來 在練習上也會更為的加把勁 那其實我們這樣的球隊的辦理 其實也吸引了很多的選手 來加入台電 大家會說那小朋友 跟加入台電怎麼會有關係呢 其實他小時候 參加台電的球隊 從小培養 對 從小培養 他放電營參加進來以後 他慢慢覺得說這個是很好的 所以他會慢慢的在這方面發展 等到好的成績以後 他進到台電的球隊 所以我們其實也在從小培養 這個小的球員 那這個過程裡面 當然除了剛剛前面所提到的 體育向下扎根 然後來提升台電的企業形象 我們也利用這樣的一個活動 來進行節電的宣導 然後更重要的是 我們讓更多人能夠看到台電 能夠知道台電 其實是很用心的基因 不管是在電力也好 或者是在體育也好 甚至在民眾整個靜靈轉型 節能減碳也好 台電都是非常用心的 在這方面來努力的 是 那我們知道說台電 其實有這個放電營 很多小朋友在暑假的時候 就是要放電 很多家長就會想說 這小朋友們這麼多的經歷 就是有這一些 我們的放電營來這邊 讓他們能夠好好的 看到這些明星的球員 甚至因為也看到明星球員之後 他們的偶像 搞不好未來會成為 未來體育的棟樑 那所以要問一下孟華 孟華那你有參加這一次的活動嗎 對 我有 其實我每一年都有參加 只是今年比較不一樣的是 因為目前我的 本身的狀態是已經退役的 然後目前來到我們總公司上班 我以前在球隊擔任的角色 多半都是主持人 然後就是會規劃一些活動行程 然後或是控整個場地的部分 現在我現在已經退役了 回到總公司 所做的事情就不一樣了 就是變成是 整個放電影的前置作業 不管是在規劃 可能是設計的一些衣服設計 或者是我們的跟廠商接洽 還有一些就是整個流程 整個都是我們在規劃的 對 所以就是 不同時期所遇到的挑戰 都不太一樣 那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說 參加這樣的活動的感想是什麼 其實在當球員的時候 其實會覺得有點辛苦的原因是 我們要在帶小朋友的過程當中 到晚上的時候 我們還要自己訓練 因為我們的訓練是不能間斷的 所以為了要保持球技 然後又要就是兼顧著一些 活動要辦理成功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要花一整個時間 一整天的時間來就是做規劃 那如果是在我現在這個階段 就是在辦活動的話 我們算是比較前製作業比較辛苦 但是在開始辦理過後 我們就是會接到比較多 民眾的一些問題 我覺得兩個角度 兩個角色所去面臨的挑戰 都不太一樣 對 好 那我們再回來問一下副總了 我們剛才提到了ESG的精神 還有就是說 您說透過這樣的放電的一個營隊 還能夠讓小朋友能夠知道 我們節約電力的一些狀況 還有節約能源 然後聽說我們的球衣 也有小秘密 它好像跟我們ESG也有一點點關係 可以介紹一下這個球衣 好鮮亮的球衣 很可愛 我們球隊的小朋友的球衣 是 它是用寶特瓶做的 寶特瓶 回收的寶特瓶做的 對 回收的寶特瓶 大概是10到12個寶特瓶 做成這樣的一個球衣 各位可以看 很可愛 這是我們放電影玩球去 這樣一個球衣 那個每個球員我們會發給他 其實這又進一步展現 台電在環境保護的 就是永續利用的 這樣的一個想法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讓我們整個不管是 參加的球員的小朋友 還有家長們 能夠更重視整個循環經濟 整個永續利用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 台電暑假球隊放電影 已經連續三年停辦了 今年一推出 就像剛剛副長說的 明兒馬上就秒殺了 那台電在推動運動的方面 是不予力的 台電的球隊在各項的 競賽上面的表現上 也十分的亮眼 未來台電球隊 會有什麼樣最新的規劃 廣告之後 馬上回到 遇見大人物 歡迎回到遇見大人物的現場 我是有家雲 台電球隊 旅行代表國家出國比賽 不僅提升了台灣的國際知名度 深耕國內的體育人才實力 並且獲得了 十三屆教育部體育署 體育推手金子獎的肯定 所以現在請副總 來介紹近年來的一些成果 好的 如同剛剛主持所說的 我們台電連續十三屆 得到了體育署的體育推頭獎 而且我們也得到了 連續世界的體育的企業認證 這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 更特別的是我們在去年 在亞洲地區十餘個國家 200多個申請單位 我們以台電球隊為題 我們得到了 亞洲企業社會責任獎 的人才培育獎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 一個獎項 這可以在在的證明 台電在整個球隊的培子上面來講 其實是不遺餘力 而且成果是很豐碩的 其實我們也算過 台電公司每投入球隊一塊錢 其實它的回收可以到七塊八塊 甚至更高的回收 大家會說 其實這主要在於是一些 無形的一些成本 無形的投資的回收 包括我們的整個企業社會的責任 的提升 還有社會對台電的認同 然後我們的整個球星 也參與了很多的一些宣導 比如說我們的球星可以當捷任大使 環保大使等等 許多的一些的績效累積下來 其實這樣投資是好的 是 那就像副總說的 我們目前是推動國手搖籃的企業 而且培育了相當多的一些國手 超過了五百位 所以當初我們在這個權力培植之下 讓他們成長 那請副總來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當初培訓這個球員的宗旨 還有平常練習的時候 或者是說在競賽上面的一些 行路歷程 好的 我們在培育球隊來講 其實大家都會問我說 到底球隊的戰績重不重要 我覺得戰績是很重要的 因為一個球隊如果戰績不好 當然是比較得不到支持的 而且我們戰績要好 大家才會努力向上 但是戰績絕對不是全部的 大家會提到說 那最近我們很多的比賽 會有比如說很多外籍的球員 會進來 那麼台電公司 在整個球隊的這個政策來講 我們的初衷就是培育國內的體育 讓體育向它扎根 所以我們到現在來講 我們還是很堅持 對我們本土的球員 所以我們會給每一個球隊有KPI 讓他們在比賽的時候 要有一些的努力的目標 比如說像我們的排球 我們男女排過去都是 企業聯賽的常勝軍 我們就連續冠軍 非常非常多界了 那麼最近這一次 成績比較沒有那麼理想 當然我就告訴教練說 你們一定要重返榮耀 我們必須要再努力的 再拿回我們以往的冠軍 比如說像足球來講 現在很多的足球 引進了很多外籍的球員 那我們球隊的成績 當然就沒有像以前這麼好了 但是我們也並不會因為這樣 我們就給予球隊很大的壓力 我們其實跟自己比較 我們就是跟自己拼搏 我們希望今年的成績 比去年更好 好來逐步的提升 當然在資源上面來講 我們會投入更多的資源給球隊 是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問一下 我們的球員 也就雖然已經退役了 但是她是我們排球隊的 自由女神夢畫 那台電自己也強調 我們球員就是員工 然後半天工作 半天練球 那對你們來說 其實是更能夠放心的 練球 爭取更好的成績 那所以當初 您是什麼樣的機緣之下 加入台電女排的呢 其實我以前 其實也有當老師的夢想 因為其實在我那個年代 大概十年前吧 十年前其實我有想過說 就是讀大學 然後過大學生生活 然後進而就是轉成教練 或者是體育老師 等等的這些想法 但是後來因為 我都是在國家隊集訓 那時候長期都在國家隊裡面 徵招就是去做集訓的訓練 那因為好多年了 那當時我就沒有進大學上課 因為那時候為了集訓 都會統一的拉到 我們的左訓中心去做訓練 並且那邊會有老師會來上課 但是那邊的上課 確實不會像學校那麼的紮實吧 所以我剛好有自己的一個機緣 就是當初台電 他們一開始在找我進去 想要讓我變成 讓我想要讓我進去 變員工的時候 他們其實一開始我是拒絕的 就那時候我第一次 其實是有拒絕的 對 因為我有自己的想法 跟自己的夢想 對 但是後來大概過兩年之後 我在原本是在彰化的師範大學 那邊是有就學的 後來大概兩年過後 我一直在國家隊培訓 我就後來就用了自己 國際賽的成績的最佳成績 然後台電也再次問我說 你有沒有興趣進來 那因為當時的學姐也退役了 當時找我這個位置的學姐也退役了 我就想說 好 然後我也都沒有問任何人 然後我就直接決定就說 再次用自己的個人成績 進入台電公司 所以其實我還滿 感謝教練當時 還有在把我放在心上 然後又找我進去球隊 經過兩年之後的轉機是什麼 然後接下來就是台電 給你什麼樣的培訓 你又得到什麼樣的成績 來回饋台電 其實我只知道我就是努力的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然後該練球的時候 就是好好練習 然後上班的時候 也就是好好的把上司他們 交代給我們公司給辦好 那當初我覺得進台電公司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們會讓我們上午上班 然後下午去做訓練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無後顧之憂去做訓練 對 然後也不會說去影響到 上班的本職 那如果你是當 如果以我一開始要去的夢想 當老師的話 你可能就是必須要在上課 把整個一整天的課堂的 學分給補滿之餘 你還要自己花時間去訓練 而且並且不是每天去做訓練 那我就覺得說 感謝台電給我這個機會 然後也因為台電給我這個訓練環境 跟工作環境 讓我才能更順利 可以繼續在國家隊友更好的成績 對 好 那夢幻接下來就是要 問您的就是說 這樣你一路走來 你的心路歷程是什麼 然後這一路過程中 有沒有什麼特別想要感謝 人事務之類的 特別感謝的人我覺得太多 因為每一個階段所遇到的 貴人都不一樣 就是長官或者是 每一個教練跟老師 甚至是身邊的隊友 對我來講都是 每一位都是不一樣的貴人 那我覺得很多都是在 球場上就是學習的東西不一樣 如果在大學的話 你可能就比較沒有 所謂的家庭的感覺 因為大家沒有住在一起 但我這次 我進到台電 我覺得大家庭 大家都住在一起 那我覺得我的個性比較 所屬於是像媽媽的角色 然後剛好也符合在團隊之中 比較屬於這樣領導一點點 對 我覺得我比較算是 比較有領導氣息的學姐 對 以前當然是學姐照顧我們 後來我也慢慢的有責任感 然後跟榮玉欣 想要把整個球隊的成績帶上來 自然而然就是那股的氣息 就會慢慢的培養起來 對 好 我們知道台電 在推動運動 還有培植人才方面 是有目共睹的 尤其已經讓這些球員們 未來在退役之後 可以順利的接到職場去 或者是發展自己的一些長財 那有很多球員們 也是相當夢想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未來台電 還有哪一些的規劃還有願景呢 是的 其實人力資源 就是公司重要的資產 當然球隊的球員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台電公司 在培育這些球員來講 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 第一個 他在比賽的時候 不會要受傷 然後避免運動傷害 然後重視他在打球之餘的 工作的職業的訓練 比如說像我們的男子排球 剛剛前面提到 他在屏東區處 我們的球員每個都要考上證照 所以他不是只有打球 他還要做我們的職業的訓練 那我們來講 我深深以為一個優秀的運動員 他一定是一個優秀的人才 為什麼呢 因為運動員他第一個 反應快 體能好 再加上他有耐力 很堅持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團隊精神 所以這些球員如果退役以後 到台電的職場 他會是我們台電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人力資源的夥伴 所以我們在整個 在這個人才培育方面來講 不僅僅是他們打球時候 要求他們不服輸 永不放棄 要拿出好的成績 也重視他們平常的工作的 職場的訓練 希望他們下來以後 能夠變成台電的重要的一員 所以這是台電在培育 這個球員的這樣的一個 三部曲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當然我們會希望更多的球員 能夠進到台電 雖然我們會有 剛剛前面所提到的 我們不管是球隊的放電影也好 我們甚至有關懷列車 我們台電這些球星 也會到偏遠的地方 比如說到花蓮 台東 屏東 甚至離島的偏鄉 我們去透過體育 來讓更多的小孩 能夠在這個運動上面 能夠多多的認識 能夠更感興趣 這些人以後也都會進到台電來 也變成我們好的 人力資源的發展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 整個人才培育方面來講 針對球隊這件事情 我們是有想法的 也是有很多配套的做法 我們也很希望更多的 優秀的球員能夠進到台電來 我們有六個球隊 非常歡迎大家來加入 是 好 台電除了肩負穩定供電的使命之外 更長期的投入台灣的體育發展 而對於培育球隊也是不於力 也成為最佳的推動國手搖籃企業 這不僅是台電善進企業的 社會責任最佳展現 國家代表隊代表國家來參加比賽 取得優越的成績 也讓世界看到台灣 今天非常感謝許副總 還有夢幻的分享 謝謝 一遇見大人物 我們下次再見